第33届谈韩观光交流会议在南部举行 韩国参访团29号参访高雄最新景点战二库 市长徐立民特地前往致意 他表示高雄的气候和人民同样热情 期盼在场的旅行业者返国之后 积极行销高雄也力邀大家在访港督 韩国参访团是在韩国旅游业协会会长梁武成 和台湾观光协会会长叶菊兰率领之下 来到战二库 高雄市长徐立民特地前往致意 他表示高雄近年来的成长和变化 部分要归功于12年前 业会长担任代理市长时的规划 希望能够共同努力推动高雄观光 高雄的转变其实都可以看到 我们业前市长在当初的规划的身影跟足迹 所以呢我想业会长更有责任 要把这个韩国的观光客带来高雄 市长徐立民指出 近年来韩国来台人数不断成长 但大多集中于北部 南台湾有丰富的人文底蕴 奔放热情的沙滩 如果要体验台湾不同风情 南台湾绝对不能错过 大家想要看到有别于在台北 有别于在北部的这种城市观光的 这个不同的氛围 就一定要到南台湾来 徐立民表示位在港区的战二库是百年历史仓库改建 为高雄注入创新活力成为年轻人最爱的景点 而高雄更被知名杂志过渡星球品为最值得旅游的城市之一 气候和人文热情与韩国具有互补性 持续走到下半年进入秋冬的时候 如果台湾人要去看雪滑雪 我们会鼓励他去韩国 但是同样的韩国人 如果想在冬天去享受温暖的太阳 跟热情的沙滩 请大家务必把它带到高雄 带到南台湾来 韩国旅游业协会会长梁武成也惊艳于高雄港湾紧致 韩国很少有如此美丽特别的地方 回国之后一定大力推广高雄 港都新闻林亭阳 来长帮采访报道